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台湾的疫苗采购 封存30年 就是你不能知道 陈世忠在当卫副部长的时候 向海外采购疫苗 他花了多少钱 你不能问 被封存30年 好 新闻是来自于中市新闻网 新闻是这样讲 疫苗采购资料封存30年 彭文正说话了 新冠肺炎前年爆发后 民进党政府疫苗采购争议不断 立院国民党团调查 却发现 卫副部将疫苗采购合约 列为绝对机密 要封存30年才能解密 引发外界讨论 前台大教授彭文正 也对此表示意见 国民党立为李贵民之一 死刑最长追溯权也只有30年 疫苗采购保密30年 通等封杀违法的刑事追究 也就是 即使任何人在过程中 由贪赃枉法 极势积锐 内线交易争议 司法都无法追究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强调 自己采购疫苗 不需要封存30年 一律公开透明 不仅没有买不到疫苗 到货的速度 还比政府快 前台大教授彭文正 21日在政经官不了表示 对封存疫苗采购资金 30年的人 千万不能让他当台北市长 选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好 彭文正强调 连采购疫苗都要封存的人 台北市议员要如何监督 如果有封存这一招 只要被查到 就全部封存 这样可以吗 台北市长参选人陈世忠日前称 疫苗合约已揭露给立委 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19日指出 据审计部门查核疫苗采购专案的结果显示 卫福部已认定采密件处理 且民国140年才解密 对此资深媒体人赵少康 二十日在脸书直言 陈世忠如果太想选台北市长 就应该立刻要求解密 否则陈三十年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他 看他怎么选下去 根据中国时报近报道 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说 审计部资料显示 疫苗采购状案查核结果 按卫福部的认定 以密件处理 与140年2月25日解密 也就是要等三十年后 民众才能看到过去两年 卫福部如何用公款采购疫苗 这是什么公开透明 好文章内容就是 陈世忠在任部长的时候 采购疫苗了 到现在封存三十年 和蔡甲博士那个一样 蔡甲博士不是也是封存三十年吗 三十年以后 陈世忠还在吗 走人了 没准到那时候文件一打开 才发现 民进党巨额贪污 但是三十年以后不追究了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民进党在采购疫苗 这个案子上 他们赚了一大笔的公款 之前已经披露的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民进党说不能买辉瑞 因为辉瑞总代理 在台湾地区里边的总代理 在中国大陆 说那是共军的 他要给我们放什么假的疫苗 结果呢 后来才发现 民进党透过了某某人 向中国代理订货 当时的辉瑞疫苗 一剂是三十刀 民进党要求他 你要给我写四十五刀 也就是一剂疫苗 你要让我赚十五刀 那你算一算 上千万剂 怎么样 就是上亿美金的好处 中国大陆没有配合他 把这个事情实际上 还给兜出来了 这个太明显了 等于要让中国大陆的代理公司 给台湾政府开一个 一剂四十五刀的发票 然后呢 这四十五刀就过去了 紧接着 其中十五刀 就赚回到民进党的这些 贪官的腰包里边了 中国大陆没有配合 所以这笔交易就不成 就不跟你做 但是他对外是说 共军要怎么怎么样 把这个弄到了芒果干那边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复杂 就是他们的贪污是存在的 现在利用他们的权利 蔡贾博士一手照着 所有司法照着 你不许知道我买了多少钱 你不许知道我花了多少钱 你也不许知道合同真正的价钱 是多少钱 其实这个疫苗呢 在全世界这个价钱都是公开的 各个国家都有 它之所以封存 就是它一定比别人买的贵 就跟这个高端似的 高端 一个台湾自己生产 这个破疫苗 没人打 一剂八百块 八百台币 你再除一除的话 你相当于多少美金呢 一点都不便宜 比人家国外的这些 国际认可的这些疫苗还贵 但是我就买了 我就把钱花出去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司法 检调 都是咱家的 都是民进党他们家的 你能说吗 不能说 只要是民进党贪污案 一律封存 这个就是不许你问 国民党也不能问 立委也不能问 什么人都不能问 反正就是 我想怎么贪污 我就怎么贪污 哎 我这个巨大的贪污犯 陈信中可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贪污犯 这次哎 我还当市长了 你还挡不住 为什么蔡家博士答应我了 让李金勇封我一个官 李金勇就封了 所以在台湾 公款被大量的私吞 你不许问 不许查 所有的司法 不许动 哎 但是呢 我还得当大官 我还要当台北市长 将来还得当部长 前两天说了 林志坚搞不好 哎 当教育部长 太大傻啊 回过来再找台大算账 再找这个中华大学算账 谁让你把我的硕士给扔掉的 下一次 等林志坚当了这个教育部长的时候 哎 台大乖乖的 再送林志坚一个博士 这不就好玩了吗 对吧 蔡甲博士 这不就来了一个博士吗 林志坚下一次就博士学位了 还是台大乖乖的送上去 中华大学送两博士给他 哎 人家蔡甲博士1.5个博士 林志坚两个博士 你不送 你不送 有你好果子吃 你说这个台湾这个政府官员 现在玩到这种地步了 我就贪污你 老百姓只能干看着 国民党干看着 刚才看了看台湾的一些其他节目 说2024年 如果国民党执政将会怎么怎么样 哎呦 我觉得2024年国民党重返执政 这不是说天书呢 这不是 你就看朱立伦现在党主席这个样子 就像现在国民党这个样子 国民党2024年能执政 别开玩笑了 民进党早就终身执政了 分你一口汤 给你两个小芝麻官等等 你就这么待着吧 没可能了 国民党执什么证啊 连蔡甲博士 一个甲博士都不敢碰 你还执什么证啊 中选会一句话都不敢质疑 你执什么证啊 执不了证 2024没得看 2024还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提谁就是谁 不信你看一看这次这九合一大选 蔡甲博士提的市长 你看看 陈云忠当选 这次如果陈云忠当选了 这么一个巨大的贪官 当了台北市市长了 这就告诉你 2024蔡甲博士 再提一个陈建仁当总统 他就当了 你投不投票 无所谓 民调 假民调铺天盖地 老百姓呢 就只能干看着 老百姓投票 还是不投票 与选举决果 一点关系都没有 假民调 配合的作票 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成熟的已经不能再成熟了 尤其在台湾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福部长任内 我向海外购买的所有的疫苗 通通的都加价了 加了多少 你不许问 加完了 那些钱已经回来了 30年之后 我都花光了 你还问吗 30年以后 这一代人都走了 没人再问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将看到一个巨大的参观 很快就当了台北市长了 这个是台湾人民的福气啊 看看后边这个笑话怎么玩吧 台湾敬这个政治八卦 八卦的家人觉得简直是劣质 但是呢 人就在舞台上站着 口号喊着 你敢说我抓你 你不托我票 我也当选 我不用你投票 我只需要蔡甲博士 一句话就可以了 对吗 所以我们未来将看到一个巨大的贪官 当台北市长 而结果呢 他是说 是你们台北人选我当市长的 对吗 这个就是假民主 就是这种样子 我们看看吧 后边还有什么好笑 后边还有什么八卦之后 我们去评论一下 今天的话题呢 我看了半天我就觉得 就算八卦吧 只要犯罪封存 只要贪污封存 权力真好实 独裁者的权力真好实 这不是独裁是什么 反对党有人说吗 反对党的主席说话吗 不说 朱立伦不说 柯文哲不说 其他的两个小党就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 余虑都不说 个别的有想法的立委 可能说两句话 说一说也就结束了 就过去了 反正既然一封存 人家叫依法办事 你反正不能看了 怎么着 谁能看 看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看看 反对党这些有想法的人 怎么把这个话题 能够继续把它 像林志坚这样 把它引下去 把它锅盖给揭开 看看后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吧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 怎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